一般人开餐厅脑子一定想的是客人 但是这个年轻人开餐厅 他想的不止客人 还有食材产地的效能 不到三十岁的秋心慧 是大都会里的小子女孩 从小到大上学上班 每天中午吃的 几乎都是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 妈妈总是告诉她 自己做料理健康又卫生 像现在这样在厨房里忙碌 就是从小跟着妈妈下厨的习惯 过去几年的职场生涯 其实和经营餐厅没有直接关联 只是刚踏入社会的一次应征 主考官的面试考题 成了他这几年以来 一直努力的目标 应该就是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有面试的时候 那个面试的有问我说 就是我自己如果 不用担心财务的压力 然后如果我有几亿元的话 我想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从学生时代 他就一直蛮想要做这样子的餐厅 那个时候的回答是你想要做什么 就是说我想要开一个 那就是比较笼统讲一个有机餐厅 要赚几亿元的存款还有距离 但梦想不必等到那时候再实现 几年在环保团体公益组织的工作经验 想做的事渐渐清晰 秋行会大学念社工 这次他想把保护个案换一个对象 对 我觉得其实社工接触到了一些 不管是受虐儿或者是说一些 以人毕竟还是以人为主 可是毕竟我觉得人是一个 会出生的一个生物 那我觉得就是大地母亲 大自然的话 其实反而是更弱实的一个群体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会讲话的机会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他都被忽略了这样子 土地无言 秋行会觉得 他开的餐厅能倾听土地为土地发声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吃饭 那其实每一顿饭都会花一些钱 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消费力 就是用我们的钱去直接选择一个 友善环境耕作的这些食材 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其实就可以直接回馈给这些 做这些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小农 所以就是直接用我们的消费力去支持 台湾这些友善环境的农业这样子 所以使用的食材 一定要是对土地友善的农民所耕种出来的 去年餐厅开幕前 秋行会和他的合伙人杨佩真 就先为了找食材 跑了好几趟产地 前一年有提名的 他叫我给你帮他宰铺 一千块 我说我不要 他说我不是不想赚你的钱 我是说你应该究竟 他说因为他不在哪些人 打你一样种野鸡 我说你去找农会 农会顾回的配管你顾回 你说问他你说 我们这个设计周固有没有种野鸡 赚钱机会拱手让人 是为了节约食物里程的理念 有想法的农场主人辉哥 是合作已久的老朋友了 小农场隐身在都市郊区 当初秋行会就是希望 讲求保鲜的叶菜类 究竟使用北部农作 温室里的罗曼白菜 被辉哥的无毒栽种养得高壮 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要求说 要用什么样子的菜的种类 还是说希望他给我们 多漂亮的菜 其实我们就比较还是 顺应自然看 这是这个季节适合什么 新鲜就很美味 拜访产地 除了认识作物 知道农家辛苦 还有小农的独立精神 小农会变大杂亚 别涌断掉 这里又真的会没有村主的同学 因为他会杀掉 如果大财团大农有其经营之道 秋行会想 至少他的小餐厅 能为小农多一个去处 把这些心情带进他的厨房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固定的菜单 要就是看这个季节有什么菜 或者是说小农他最近 有什么东西盛产 那我们就是决定出什么样的料理 所以像前阵子冬天 蛮多的花椰菜 那我们就是不管是在做配菜上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煮 可能花椰菜浓汤等等之类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食材想办法 就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让他做很好的利用 厨房里等着秋行会好好运用的 还有这条长得快弯腰90度的小黄瓜 农友觉得有点NG的 可是他只是长得不好看 就是因为市面上他们会喜欢买直的小黄瓜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快要变珊瑚瓜那种感觉了 秋行会知道有机无毒栽种的农产 卖向不比一般农作讨喜 但只要是当季当令蔬果 少油盐 少过度油炸 小黄瓜搭着香菇 玉米 南瓜 洋葱 清蒸或汆烫后 简单烹调就有食物原味 烤出一盘当季缤纷 跟景类蔬果北部较少 就得从中南部运送 这位来自于你的农友 他原来是种那个羊节梗 然后是专门那个出口日本的 对 那其实应该有一段时间 光景还不错啦 对 那不过因为种植羊节梗 需要使用到非常多的农药 对 那他其实在这一两年之间 就决定说 想要停掉这个 使用农药的羊节梗的种植 然后希望回归到 比较健康的 有机无毒的蔬果的栽种 合伙人杨佩真 曾在农夫市集工作过 很多小农都是当时认识的 让两人更有机会挖掘到 愿意为保护环境投入无毒的农人 但也因为这样的知识 该不该支持的标准 杨佩真心里也有挣扎 有时候到产地去 一看到田里 服寿楼问题很严重 但我们直觉就会知道说 好 这批它的产量可能就会受影响 那甚至品质上面也许就不一定会这么的好 对 那不过我觉得对于很多 刚回来从事农业的农友来说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阶段反而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有这个动力 去学习各种防治方法 继续用没有农药化肥的方式努力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透过我们餐厅 这样一点点小小的支持 能够让他们这条路能够走得更顺 帮了农友也不能委屈客人 两人用了巧思 还是能让这些作物有新价值 那对于那些可能比较刺激的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跟农友讨论 也许我们来做成其他的米制品 年糕 萝卜糕 其实麻糬 其实都是很好的其他的制品 那也不会浪费掉这些食材 总希望这些为友善土地生成的作物 不浪费有好去处 所以秋行会的采买是配合小农出菜 没有固定菜单 但凉面咖喱饭这些家常料理 一定都是当季新鲜食材 和厨房里一起工作的师傅讨论 关于咸蛋有时候还需要再磨合 毕竟要强调食物原味 就得把其他调味减少 师傅怕客人吃不惯 秋行会对于口味清淡的坚持 也有挫折 有个客人他有厌食的习惯 那他就是写了一张纸条给我们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就是对食物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吃的 都吃得这么干净这样子 可是你们东西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吃了一些我真的平常不太会吃的东西 对 那他就是他有特别举例就是红萝卜这样子 一张客人的小纸条吃到饭菜箱 鼓励了秋行会继续 就像他也带给小农们一些鼓励 因为毕竟像那个农友他自己 比较是以家户的方式去出货 然后去卖他的商品 那毕竟家户的量都很少 可是像我们有时候进货也是就是25公斤 30公斤这样进来 所以对他来讲其实那个销量是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他也蛮感谢我们说我们有就是这样子 虽然说跟一般餐厅比起来还是没有那么大啦 可惜的是 十张桌的小餐厅采买力量真的有限 那他们就会问说我们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蔬菜 然后可以帮他们有解决这个销量的问题这样子 那老实说有时候有时候听到的时候会蛮难过 是觉得说我们其实这边还不够茁壮 所以我们的量也没有那么大 那也没有办法很实际的承诺他们说 好你们这边就尽量种吧 那我们就你种多少我们就给你买多少 确实是会觉得说很想要答应他们 可是我们确实也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子 所以就是鼓励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这样子 不能只等着客人上门来 而是希望上门的消费者有更多支持 秋心会还在餐厅举办讲座 像我们也曾经有邀请农友来这边分享他的种植过程 那还有像是也是一些些跟贩售小农商品相关的一些认识的团体 他们来这边去介绍他们所看到的这个 目前台湾这个农业制度上面临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以消费者的角度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 台湾目前农业上面面临到的问题 不单单是为了帮小农卖作物 或是帮他的小餐厅找客人 吃的背后还是秋心会最新细的土地 他希望多点人愿意从吃开始用心 珍惜 尊重 滋养万物的大地 时代在变化但我们看到一部一脚印节目里面 有一些人传承而不固执 或者是创新但仍然踏实不取巧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位老运发现新台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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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